大家好我是Paul 週一到週五 英文幾讀 蕭美琴 我的駐美大使 最近跑到猶他州去做了個演講 就這幾天的事情 那我們就來評評他這段演講的怎麼樣 你怎麼看 你有什麼資格啊 我是教英文的 而且我大概跟一般人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我可以去聽得出來 他哪些地方是表現好或者表現不好的 那我已經先聽完了一次 所以我們就來根據我這邊抓的一些時間點呢 來聽一下他這個地方表現的部分 我們能學點什麼東西之類的 至於我感覺他這一段到底講的如何 這個我們留到最後再說 OK You're in the great state of Utah I'm so honored to be able to be here 剛剛那個部分就有一個小地方是我們在 就我們台灣學英文的同學真的應該要跟他學習的 你知道在哪裡嗎 我知道我會捲一點讓你聽一次 state of Utah I'm so honored to be able to be here 你聽到了嗎 你如果還是聽不出來的話 那就表示你不知道剛剛那個地方的重點在哪裡 就是我們在講英文的時候 很沒有去注意的這些小細節 但是外國人肯定會聽得到的 就是什麼呢 I'm honored to be here 那個honor的名詞是榮耀 光榮沒問題 honor 可是你覺得你可以很光榮在這邊演講的話 這個honor是需要加個ed的 它是一個被動的語態 我就指出這一點就好了 不要講為什麼 我今天沒有很想講文法 我們是要來聽他講的東西 所以說以後你要學起來就是 要是你覺得我很榮幸今天來這裡做一個什麼事情 I'm honored to be here 那個ed要讓人家聽得到才是漂亮的英文 I'm honored to be here 有聽到我沒有發出那個ed的聲音嗎 那個外國人聽得出來就是這個人的英文 就這樣 OK就這樣 I'm honored to be here 那個ed一定要有 OK 好再聽下去 對不起我讓你再聽一下他這邊這個honor的發音的部分 I'm so honored to be able to you heard that I'm honored to be here cool be here in person to use this occasion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so many of you to alec and to the so many outstanding freedom loving legislators around the united states 他講了好幾次在這段演講中 我大概先挑剔一個他 我有聽到一個值得 這個挑剔真的也是雞蛋也挑骨頭啦 就是一個還蠻值得或許做一些小改變的地方 就是他重複用了一些詞 不過這個東西 There's always two sides to a debate 你一定也可以說 他故意重複用這些詞就是為了加深這些詞彙的印象 所以我說的他固定用了一些詞就是他講好幾次freedom loving 就是熱愛自由的什麼什麼東西 這就是一個複合形容詞 所以他說了好幾次freedom loving people 那講到freedom loving的時候他或許講的是台灣人 或許講的是美國人 但總之the freedom loving people of Taiwan the freedom loving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反正就是everybody is freedom loving 所以你也知道他一直重複講愛自由是為了要 是為了要強調什麼東西啦 我們政治方面就不說了 反正他講了好幾次這個詞 so the freedom loving legislatures or legislators 對不起 他講的是立法者 所以似乎他下面大家的觀眾是有legislator 打錯字了legislator 這個字的意思就是立法 立法委員簡單的說 立法的人 那 legislature的話則是立法院 ok so the freedom loving legislators down there ok for your friendship and support for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好這邊有個詞不錯 你的support 你的friendship for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所以這裡有個詞叫bilateral 這叫雙邊的齁 lateral一般來說就是橫向的縱向的概念 所以像例如說NBA球員會測試你能縱向移動的多快 防守的時候bilateral by字2 所以bilateral雙邊的 這個詞很容易出現 講兩國的關係 或者我們講到雙邊貿易 這個他後來也有提到bilateral trade 就是雙邊貿易 好所以這大概是這邊的部分 with my country 台灣 好的強調一下with my country台灣 好這個就這樣 來那我們看一下再往下看的部分大概在這邊 I often say that you are living in the land of the free we are living on the island of the free 好這個 他講這一句招來了一些零星的笑聲 大家聽懂 他這個有趣的地方在哪裡 land of the free是美國人的這個 國歌裡面就有一句詞 所以自由的土地 ok land of the free 那我們是不是住在台灣台灣也是自由的 no we live on the island of the free 所以他算是一個做一個 反正把兩個地方做相比 然後大家聽懂了說 喔你用一個美國國歌 開了一個像是玩笑的東西 那所以就有人笑了 所以island of the free 反正他這段演講就是 無論如何一直在想要去 把台灣跟美國做一個比較啦 ok然後說我們是好朋友啊 什麼這些的 當然我相信在任何地方做演講 都你會想要把台灣跟這個國家 做一些程度上的連結 這也是很自然的 這沒有什麼好批評的我覺得 ok好然後再來我們再抓一個地方聽 大概是在這邊 在一些中國人的方式 或者其他人會用 所需求方式 或是科技術 所需求方式 我們要做的是 努力與社會上的 設計法 相比方法 和科技術 戰績 和科技術 行動 最主要我們也相信 我們也相信 這是 唯一 在社會 這麥度的自由 在說話中,真正的新興趣可以推動技術 進行人的進步,而不是技術 而使用在監視和控制他們的民族 OK,所以這邊他講了好長的一個句子 然後當然有得到很多的掌聲,得到了鼓勵 那我必須要說這邊,他很棒的部分 除了內容之外,內容其實也蠻無懈可擊的 他講了很長句子,而且沒有中間迷路 事實上我看到很多演講的人 都會有一個小問題就是他講一個句子講到一半 他可能自己會lose track of where the subject is 他的主詞只會講講主詞就不知道 忘了我剛剛這個句子的主詞是什麼 句子鋪長的時候,然後他這裡需要塞一個動詞的時候 他那個動詞可能就沒有第三人稱單數該有的變形或之類的變化 那這個是很常學以英文為外語的人會犯的一個錯 那蕭美琴在這邊還真的沒有犯到這個錯 這個東西也的確會是外國人,就母語者 他不會非常注意的去聽 可是當你犯了錯的時候,這個東西的確是聽得出來的 所以這就是這些會有錯的地方 就是這些會有錯的地方 那我想把剛剛這一段再讓你聽一次 因為我真的覺得他 該變化的一些動詞的部分 他都有成功的把它辦到 這是很厲害的部分 那我依序把它抓出來 這邊有一個片語不錯 這個like-minded就是想法上相同的 想法上有相似處的 like-minded 你知道open-minded 思想開放的 close-minded 思想不開放的 所以like-minded就是思想相同的 democracies democracy就是民主政體的名詞 所以他用了複數也是正確的 like-minded democracies 所以除了剛剛講的主持動詞一致性之外 他還有另外就是有複數的地方 他的複數的s都發的很清楚 包括等一下我們會聽到 像是標準這個詞standard 那他把它講成複數的時候standard s的那個s的音都非常的清楚 再聽下去 ok share the respect for international 他把international的讀音都非常接近 就是美式的讀法 那他們那個international的ter的那個音 常常就會變成一個ner的音帶過去 international 而不會真的唸成international 像網路也是啊 the internet 是ok的發音 可是你如果唸成the internet 也是美式的發音 inner internet internet 那個t的音要不要唸 就看你 我真的沒有覺得把t唸出來是錯的 可是如果你想要學美式的發音的話 international internet 所以他就唸成了international 那也ok 再聽一次 聽到了嗎 international 然後那個產權property rights 他的s就是聽得非常清楚 他如果講成property right 那就不對 property rights 那個s的音有出來 very good and playing by global rules and scientific standards see playing by global rules 那個s的音有出來 and standards scientific standards 那個s的音有出來 很好 mainly we also believe that is it is only in societies that respect the freedom of speech right in societies societies that respect the freedom of speech societies 是負數 that 是關係在名詞 respect 這個地方就不用加s 因為societies是負數 那他的that 也承接了societies這個名詞的負數 respect 就不用變成respects ok 再聽一次這個地方 it is only in societies that respect the freedom of speech where true innovation can propel technology that advances human progress see technology that advances human progress 所以technology 單數 that advances 就需要變成是 那個要加s 因為technology 單數的話 that 關係代名詞是主詞 advances 就變成要變形 所以這都是 會讓人家 就給人家一個印象 你的英文好或不好 就決定在於這些小地方 外國人的教授或這些的 你在大學裡面 講課的教授這些的 他們絕對不會犯這些小錯 要是不小心犯了這些錯 他自己會知道 可能就要回頭去correct自己 剛講錯的地方 所以蕭美琴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做得非常好 他這些文法上的小地方 都有真正cover的到 所以你不要再跟我說文法不重要 人家蕭美琴講的這個英文 他是有 蠻無懈可擊的文法的 你挑不出他的毛病來 ok instead of technology that is abused and used see instead of technology 單數 that is abused and used 他用了is 因為剛才的technology 又是單數的 正確 再讓你聽一次 他的is是對的 他沒有用成r human progress instead of technology instead of technology that is abused and used for surveillance and controlling their people good ok 好所以他剛講這一段 得到的掌聲 內容上很不錯 然後文法上也是真的 蠻無邪可擊的 好然後 我們再看一下一個 值得看的地方 大概在這裡 這邊有一點 鐵人家懶趴啦 我講 就是我們用吃了很多 美國的農產品 fine ok 那again他有一些 仍然是尾音的處理上的部分 我覺得還是很值得稱讚的 所以台灣是第八大的 那個第八大 他也有把那個 第八講得很清楚 第8th ok 8th 所以第八的部分 8th是沒有敘述 所以8th right 對不起 第八剛剛跳過了 but we are the 8th right 8th largest consumer of American agricultural products American agricultural products 一樣products 有複數 它可以是 它是可數名詞 the world ok 所以這個地方 也是蠻不錯的 好 然後 我剛好像有跳過那個 wise的部分 對不起讓我再往前 捲一點點 大概42秒 的部分 ok you know we're in the state of Utah now our size is only about fifteen percent the size of you ok but we are the 8th largest consumer of American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the world which means per capital wise each taiwanese citizen is the second largest consumer per capital wise of American agricultural products just second to Canada Alright ok 所以這個部分 我有點覺得這個地方 值得挑一點點毛病 可是也覺得這 真的也不是說真的 原本來說是錯 他用了一個什麼什麼wise 就是以什麼方面來說 像比如說 我在身高上是輸給人家 可是我在運球技術上 比人家強很多之類的 所以 in terms of height 就是在身高的方面 in terms of height 當然你也可以不用說得這麼囉嗦 in terms of 這樣子 你可以說 height wise you know I'm not as you know outstanding as other people I'm not as yeah height wise 這個wise 後面的這一個 一個 hyphen加上wise 就是在什麼方面的意思 所以他在剛說的就是 以人口的那一個 per capita per capita 就是美人之類的概念 這個capi 什麼開頭就是頭 ok 所以per capita 那個per就是美 所以per person 就是美人 像例如說我們去 六福村玩 然後每個人要付多少錢的門票費 so that's how much money per person 所以per person就是以美人這樣 假設你跟你的室友們一起分擔一個房租好了 所以可能租一個房子三萬塊 那三個室友分 so that would be ten thousand dollars per person 所以per capita會用在那個調 就是一些普查的那些數據上 所以我們每個人人均一年喝掉多少啤酒 我們就可以說多少多少liter per capita 所以我會覺得他這裡只需要講到per capita就夠了 我不太覺得需要加一個wise 可是我也不覺得這個是真的錯得很離譜就是啊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wise的部分希望同學就學一下怎麼使用 ok 所以像我剛剛講的在身高的方面 height wise or money wise 像我的人生過得還 過得去 但是在錢方面永遠不夠多 所以money wise I'm never doing ok but in terms of other things 或者是work wise I'm doing ok 所以在工作方面我覺得我是可以的 but money wise it's never enough 所以什麼wise的用法接在一個名詞的後面 大概是這樣子用 大概是這樣子用 ok 好 然後我們再看下去 下一個部分大概是在這裡 TSMC is now working on a twelve billion dollar investment in Arizona to produce semiconductor chips in recent decades Taiwan has purchased high-end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ve used that equipment to make chips in Taiwan which we sell to your auto industry suppliers your automakers make the cars and sell them back to Taiwan so isn't this a mutually beneficial and reinforcing partnership and it would be even better if we could ensure that in Taiwan as we are freedom-loving society we keep Taiwan as a democracy so in addition to supporting our trade thank you partnership I want to thank so many of you for also supporting the defense partnership as well as the political relationship that is based on our common values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as well as our common interests in ensuring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of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s well as the prosperity of both our economies Taiwan Alright 剛剛大概就是講到了一個句點的部分 終於 所以他講了好長的一個句子 again 他沒有迷路 我覺得這是相當值得敬佩的地方 所以我真的必須說 他的英文大概就是基本上 母語人士程度了 OK他的英文相當相當的好 那 然後 剛剛有一些 大概一個詞我覺得還蠻值得提的 我覺得他很厲害的是講了半天經濟 我賣你什麼 你賣我什麼 我賣你什麼 你賣我什麼 中間做一些加工什麼那些的 然後扯到最後就是 這是一個很棒的 互相來說有利益的關係 so it's a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所以像這樣一個詞 mutually就是互相的 beneficial就是有利的 然後他還強調 叫這是一個 mutually beneficial and reinforcing partnership 這個 reinforce就是有強化的這樣子 所以像這個字我正好在今天晚上的那個高級智慧課也有提到 reinforce 像我舉到一個例子是我們高速公路上那種分隔島的混泥土 我們叫他強化的鋼筋混泥土 那個東西就叫做reinforced concrete 所以這個詞的發音還蠻有趣的 你其實必須要把它唸成reinforce 所以不要把它唸成rein 這個rein這個字本身也是有這個字的 它的發音是rain ok 那它的意思是去統治或之類的 那就完全不一樣 那發音也不同 所以這邊是reinforce 它有兩個音節在前面reinforce 所以reinforced concrete是我剛說的補充就是什麼混泥土之類的 好然後接下來我們再聽下去 they have a very low anger threshold they tend to be upset about everything we do about our existence 啊 ok they have a low anger threshold 所以threshold這個字門檻用的也還不錯 中國的憤怒門檻很低 也就是很容易就會暴怒 所以他用了一個我們用中文不太會去使用的一種描述方式 可是卻是在英文的世界還蠻恰如其分的 so you have a low threshold of something 就是你對那個東西的門檻很低很容易就過頭了 so they have a low anger anger threshold 說的還不錯 然後they seem to be upset about everything we do 我們做什麼都讓他們生氣 they're upset about our existence 所以它這個字的發音我尤其也是很欣賞 尤其我特別會注意這個n的發音的部分 所以你這個n如果有貼一下天花板 然後再把最後的死唸出來的話就是唸得很好 所以existence 那這很容易會被忽略掉 所以你再聽一下他的唸法 Upset about everything we do about our existence 唸的是對的 existence 我聽得出來那個n有有存在 ok about beating their athletes in the Olympics about beating their athletes in the Olympics but I think what's most important is that we work together to preserve our democracy ok I think what's important is that but 所以他的那個important的發音也很不錯 因為一般 你這個那一層important的野點都沒有錯 It's good important 可是就母語人士會很容易把它 就一個換過去 所以用一個鼻音帶走 important important importance 不管是名詞或者形容詞都一樣 所以他用的也就是母語人士的發音方式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然後就接過去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at we work together to preserve our democracy It's not only important for the people of Taiwan 又一次有沒有 It's not only important for the people of Taiwan important It is important for all the freedom-loving people in the 有聽到齁 It's also important for all the freedom-loving people 我們剛才說過 他又用了一次freedom-loving這個詞 很喜歡把這個綁在一起啦 總之是 ok the world becaus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a narrative 這個字用的不錯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a narrative 這個narrative 就的確是敘事的方式 像narrate這個詞 他的動詞 也就是講故事的人其實 所以像 如果說我們看一個紀錄片 然後有一個人在一直做旁白的話 那個就叫做narration 我們就會說the documentary was narrated by這個人 所以被那個人給敘事了這樣子 ok the democracy is not suitable for Asian people that is a lie that is false and Taiwan is living 好 這個地方我有一點點聽到他的這個 錯的的發音 我不太確定 有沒有聽到不小心有個t在裡面 那事實上是沒有的 If something is false it's not true it's not right ok 所以false是錯的 那他的名詞是fault 那剛剛聽到好像有沒有聽到中間 一個t跟s搞混了一點點 似乎有聽到t 那好像不應該有t 但不管啦 這個我認為這些都不 就是俠不言喻的一些小地方 ok 然後台灣就活生生的證明 Taiwan is living proof Taiwan is living proof of that 所以living proof這個詞也是非常 很常聽到的一種 就是活見證或證明 living proof 好所以大家講到這裡的時間還蠻夠的齁 所以整體來說我認為蕭美琴的英文很棒 ok這個沒有什麼可以挑剔的地方說真的 那我之所以會這麼具細迷的把他一些小地方抓出來 也只是想要介紹給同學知道 那外國人在聽英文的時候 他要是 他要是 在你的 你的對話中 聽到了太多太多有錯的地方 他就不會靈異 他就會說 Your English is ok 但你如果講得很不錯的時候 你就會被這些小地方 就能夠會被聽出來了 所以 我之所以能夠聽到這些小地方的 一些 好的 或者甚至有的 一些小地方不好的 也都是因為他的英文已經好到了一個程度 也才會讓我去聽到他這些 非常非常美好的地方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從這中間學到點什麼 那也希望你喜歡我今天的內容 Thank you for watching and I hope to see you tomorrow